菲律賓國會正式確認 小馬赫斯在本月舉行的總統選舉當中獲勝 當選成為菲律賓總統 蘇坎文報道 菲律賓國會今日宣布 小馬赫斯為菲律賓下一任總統 小馬赫斯會在下個月30日正式宣誓就任 而他的競選拍檔 現任總統杜特爾特的長女達宇史市長沙拉 就獲確認當選副總統 在月初的選舉當中 小馬赫斯獲得超過3100萬票 沙拉就獲得超過3200萬票 都是以過半數的得票率擊敗其他對手 小馬赫斯是已故獨裁者馬赫斯的兒子 他是自從1986年他父親被推翻以來 第一位贏得絕對多數的總統候選人 但他拒絕為父親強人統治下的大規模侵犯人權 和掠奪行為道歉 並且為父親的政治遺產辯護 在競選期間 小馬赫斯和沙拉都避免了有爭議的問題 並且轉著於呼籲民族團結 雖然他們父親的總統任期 都曾經引發動蕩的分歧 兩人都受到父親名譽的困擾 小馬赫斯和沙拉都避免了有爭議的問題